但是法医的妻子 一定没问题吗 鸡汤是她拎着的 有问题 也有可能有问题 鸡汤是她拎着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会 从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 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公正 就是一个女人她有孩子 在面对孩子的话 通常意义上来说 不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 一件事情 把自己孩子的爸爸给杀了 我觉得这个鸡汤是个烟雾蛋 对 如果就算是法医妻子动的手 那也可能法医会不会有一种 另外一种可能是意外 或者说是某种巧合 或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是法医的妻子 是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强烈的一个动机 所以她不困在一个强烈的杀人动机 而且其实她 而且如果说到这些 你离婚不行吗 对 为什么要杀人呢 而且小宝 其实跟她爸关系也挺好的 还很好 对 她确实是常常的妻子 不至于到 就是讨厌一份工作 所以我要把你杀了 这个确实是 对 我觉得她就是把这两个事连在一块 有被喝过的鸡汤 且有死老鼠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没有联系的 喝过鸡汤 鸡汤有逻辑 我觉得这是一个烟雾弹 包括她这个痙攣 也可能不是中毒 也可能是生病 也可能是生病 对 但是这个进步和万步的划痕 现在已经确定了 不是 她生前的时候自己做的 不是自杀 就是可能她死不是被杀死 但是一定有人想让她 变成一个自杀的这个 就是自杀的一个场景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我知道我的老公 一直特别恨着法医 然后我会很担心 就是我老公 要么就是半夜出去了 或怎么样 我担心这件事情是他做的 我然后厂长妻子 来做的最后的这个奖 误以为是厂长 对 误以为是厂长 不知道是不是误以为 当然不敢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看见 是他做的 还是我以为是他做的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然后我怕是他做的 被别人知道 然后做出了一系列 伪装的动作 对 伪造现场自杀的这个痕迹 对 伪造遗书 然后包括那个玻璃碎片 对 对 这就是为什么玻璃碎片 上有厂长妻子的指纹的 一个原因 我个人还是比较怀疑 他的徒弟 有两个东西比较重要 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场的 这个碎玻璃瓶 因为他自杀的这个 一个伪造的现场 其实还挺成熟的 比如说厂长的太太的话 如果一个女人看起来 包括她前面说的所有的话 她都是一个比较被动的 她不是那种很激进 很主动 强势的一个女性 如果她是这样的前提之下 她如果能够想到 还有伪造自己这样的话 她一定不会留下自己的 一些指向性的东西 她一定能够想得到 自己的这些玻璃瓶 指纹的这些东西 包括伪造自己的话 徒弟成立的这个成功率 会更高 因为他没有人比他更熟悉 我师傅的手稿是什么样子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长长期做的这件事情 那么他连字迹鉴定 这种东西都不知道的话 他是不是也没有想到指纹 嗯 鉴定 他只是单纯的就想伪造一下 因为第二天我们在那个 去看热闹的时候 我还有意地去引导了一下 那个法医的妻子 我之前啊 也是见过几次送法医 我看他情绪也不是特别好 那会不会是因为想不开啊 其实你有刻意地让大家 对产生这样的一个意识 那我们本轮暂时锁定的嫌疑人 那就是 我觉得厂长妻子有伪造 现场的嫌疑 但是不一定会有下毒 问题是这几个人 都没有一个下毒的动机 都不够 太扑朔迷离了这个 这个太扑朔 这个真的 最后还是要靠法医 很多证据都不够了 对 对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下一个案件资料 看一看究竟是否能够 做通家属的工作 并且带来更多的信息 虽然警方对死因不明的尸体 有权决定解剖 但是为了让死者家属 情绪得以安抚 警方还是尽可能地 争取家属同意后 再行解剖 为此 警方来到宋法医家中 却发现李柱 找他们一步到场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没什么考虑的了 就是不行 早点解剖就能早点查清真相 您难道不想知道 师父到底怎么死 我想知道啊 但难道不把他送到 那个冰冷冷的解剖台上 你们就找不到真相了吗 这个问题师父用了一辈子 去找答案 他干了二十年法医 解剖了几千具遗体 找出他们真正的死因 还给他们真相和公平 这里面有无数的家属 都问过师父同样的问题 但他都坚持下来了 可现在到了自己的头上 您怎么还会问他 这样的问题呢 那谁让他干这个了 早就跟他说别干了 我知道您这么多年 受了很多委屈 可是也有很多人感激师父 这个工作是有价值的 你别说了 别说了 说什么我也不会同意的 师父的死没这么简单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师父他骗您了 他上周说去出差 其实他是接了一个 传染病的案子 解剖完之后 他自己在单位 隔离了四天 那个遗体很特殊 一开始以为就是个小病 结果他很快就死了 后续他周围的很多人 也陆陆续续地都死了 我师父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我师父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接受了这个委托 他也不敢跟您说呀 他为了工作命都不要了 说不定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家 不是 他很在乎 这个传染病很危险 如果他不早点搞清楚 还会有更多人死 他也担心您跟小宝 他说这个案子他不做不行 万一哪天你们感染了呢 所以他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做 哪怕这么多人拦着 谁拦着 我一时半会儿我说不清楚 太复杂了 总之我师父还因为这个事 把脑袋给磕伤了 他当时跟我说万一他出了什么事 让我按照他制定的第二套 解剖方案来做 你们专业上的事我也听不懂 我也不想听 你走吧 可是直接关于到我师父的死啊 您到底为什么不同意啊 别看你师父啊 是个大男人 拿了二十年的解剖刀 但他很怕疼 连打个针都怕 了解剖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